他们今年在位于中区华部中心地带的一面墙壁上 完成了巨幅壁画紫禁城 作品选用中国的著名景观 带有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 极大的美化了华部环境 备受公众赞赏 同时也得到是否有关机构的青睐 日前在第五届多伦多商业促进区年会晚宴上 获得了本年度多伦多最佳街头壁画奖 我们是看怎么样 我们能增加我们的中区华部的生意 还美化我们的地方 让我们这边的生意更长通 生意更好 我们就是在促进我们这边的繁荣 近年来华部的涂鸦问题日趋严重 促进区决定以壁画来帮助减少这个问题 同时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前来观赏拍照 壁画项目得到东东多市府的拨款支持 除了刚获奖的紫禁城之外 另外两幅以中国长城 以及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壁画作品 也深受区内居民的喜爱 目前中区华部仍有不少可供作画的墙壁 塑井区计划未来几年内 在陆续添加壁画作品 峰会记者腾龙琴多伦多报道